幻影望去 整条田辽河都布满白色泡沫 还以为河面上 铺上了一层白雪 白色泡沫从排水管流出 29号中午 基隆田辽河上布满白色泡泡 环保局长亲自带队前往现场 抽取水池化验 无论的泡泡找寻源头 发现旁边一家银行 清理地下室消防蓄水池 清洗完的废水 竟然就直接排出 从这边 因为他们清洗消防栓 消防栓清洁之后 他们直接把清洁的废水 直接排上去 让你们来抽的嘛 对不对 看他们主管知不知道了 你们有通知这件事情吗 还没有 刚刚就先给你们过来 看什么状况 你们那边现在就停工 不能再抽了 不能再抽了 环保局要求业者立即停工 由于田辽河终点 由向基隆党 议员要求胜服 我看这个泡沫服太多了 田辽河上面有浮现大量不明泡沫 那大家看得非常恐慌 而且有一些味道 那特别呢 我赶紧通报我们基隆市环保局这边的相关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来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那今天来到现场看了 确实河面上面真的弥漫了非常非常多的泡沫 在这里呢 也希望请基隆市政府是不是能够尽快跟我们这个海洋管理相关的单位 能够借这个海上的栏污所能够尽快的将这些泡沫拦阻 避免它流到我们的海洋 因为我们都知道田辽河是通往我们这个基隆海港内港的河流 所以呢 希望这些泡沫不要进一步变成污染海洋 那我们同仁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那我们初步判断呢 是这旁边的银行 因为它在清洗它地下室的消防蓄水池所造成的泡沫 那他们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 就直接排到水沟 直接就进入到田辽河当中 那环保局我们目前会先针对水池的部分做采样 先确认有没有污染的疑虑 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相关的业者进行采伐 金融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脸书发文 要求环保局彻底调查 抽样水池持续的监测水池状况 避免造成海洋恶毒污染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